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上一次我们带过来这件东西呢 是我们上一次拍卖的351号 然后当初的时候我们给的估价是1000到2000块钱 然后也就在上周的拍卖里面呢 我们卖了4250块钱 所以最近的话瓷器算是卖的比较好的 如果说是卖的不是太好的种类呢 是让我说的话是白玉和翡翠这些小的挂件啊 最近拍的不是太好 但是也想跟大家说的是 就是如果是正好是收集这些东西的话 也不要灰心 就是等到合适的时机再出手吧 所以呢这个瓷器啊 就是像我们刚刚前嘉玲所说的这样 瓷器现在是一个比较就是热门的这样的一个种类了 收藏品的一个种类 所以今天呢我们前嘉玲呢 同样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几件这个瓷器 就是让大家呢一睹为快啊 在我们这个2月4号的这个中国瓷器的这个拍卖会上面 也是可以就是拿来了两件比较典型的这样的展品呢 给大家先一睹为快 好那么首先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 今天陈嘉玲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 我们的藏品是什么样子的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呢 是我们下次拍卖的45号 是一个徐碑红的琵琶加果涂轴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纸本色色的一个轴画 画的是一个琵琶树的一枝 然后它是一个水墨的 然后琵琶用的是金黄色 风格的话也能看到它的叶子一片正一片反 就可能当初想展现的就是它 就是琵琶树在微风中 然后这么一个形态 然后想提一下的是它旁边的题词 它的题词是 雾银长下悲鸿 这是一个时间 然后徐碑红的签字 还有旁边一句话是 每因加果时时节 当日深交怀礼功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有点难懂字面意思的话 其实这个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李公是谁吧 这个李公就指的就是当时的李继生先生 那么李继生是谁呢 大家就是他 他是当初参加了领导的北伐战争 但是后来又被蒋介石囚禁在桂林的汤山上面的一个将军 那么徐碑红跟他的私交呢是非常好的 也就是说当时李继生在南京的时候 听说徐碑红非常爱吃琵琶 所以经常给他送琵琶吃 然后呢 徐碑红后来去桂林的时候也就是特地去看望他 所以由于他们俩的私交非常好 所以特此作画送给他的朋友 所以也是一副这个徐碑红的作品 徐碑红也是大家非常有名的一个画家了 所以大家对于他的画作应该是不陌生的 那么对于这一幅画 我相信应该是挺值钱的 想问一下这个估价是多少 这幅画我们给的估价是12000到24000 然后这幅画呢 其实我们还是有一张 廖敬文出的徐碑红纪念馆的一张证书 一张证书 然后这张证书的具体什么内容呢 也可以去我们的网站上看一下 好的 那么这个这样的一幅徐碑红的画作呢 就跟大家呢展示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呢 是一个非常小巧的 对 接下来要讲的是我们这次的126号 是一个清代的田皇时母子情深的一个摆件 带着座 然后这个摆件的话 首先它的实质是田皇 然后它的雕刻的内容 大家可以在图里看到 是一个母亲和一个孩子的内容 然后母亲的话是一个 姿势是侧躺在一个卧榻上面 然后正好孩子趴在他身上 然后看着他 这是这么一个雕刻的主题 那么现在呢 我手上呢就拿的是这样的一个 母子情深的 这样的一个雕刻艺术品 那么我近看啊 它的这个雕工是非常精致的 对 那么 虽然小 对 母亲和这个孩子的神态 是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母亲的眼里充满着母爱 那么这个孩子呢 也是因为非常的小 然后眼睛里面也是有一种这种 童趣还有调皮的这样的眼神 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呢 这个 其实雕刻 我觉得人的眼神是比较难 难雕出来的 所以呢 这边呢 是可以依稀地看到 这个眼神的存在 所以我觉得这雕刻的工艺 还是非常的讲究的和精湛的 那么同时呢 也是想给大家演示一下 展示一下 我们的这个田皇玉是吗 对 田皇石 那么田皇石 其实用这个一个小的电筒 照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头上来说是 可以看到这个玉是非常的通透的 对 然后这个色泽也是非常的黄 对 因为其实我自己不太懂 这个黄代表什么 但是我觉得非常的通透 而且呢也是非常的就是这种 这种黄是非常正的黄 对 就是的 所以我觉得是一件非常这个雕刻 不错的雕刻 对 雕刻非常精美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展品 其实以前我们就是拿到了田皇石的 这些拍品的话 这件算是其中就是雕刻算很好的了 所以特意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雕刻 所以小但精致 那么想问一下这一个估价是多少 这件我们给的估价是 别看它小 给的估价还不便宜的 是一万到两万 哇 所以看来这个雕刻的这个工艺 这个好了之后 它的这个价格自然也上来了 对 所以这个石头方面呢 这个还是 雕工还是非常的考究和重要的 是 好 那么接下来呢是剩这个两个瓶子了 对 剩两个瓶子 好 那么首先呢 给大家介绍哪一个 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次的291号 是乾隆款的黑地溜金的开光花鸟纹粉彩的一个撇口瓶 那么这个瓶子呢 它首先是一个黑地的 然后上面还溜着金 画的图案呢是一个有牡丹有各种花 叫它百花齐放也不为过 然后中间脖子这儿呢是芭蕉叶 这里是 蝉织的一个莲纹 然后底下这里是一个开光 前面开光 后面开光 开光部分画的图案呢是花鸟 有鸟 有牡丹 梅花 竹子等等这些题材 嗯 就是也是一个非常颜色非常鲜艳 然后同时呢也是非常好看 造型非常好看的一个花瓶 嗯 对 首先就是这件东西的特点就是 整体色彩非常的多 嗯 然后比较吸引人的眼球 然后风格也算是华丽的 有溜金啊 又是黑地 又是各种色彩 嗯 造型也是很好 造型也是很好 给人感觉就是很赏心的眉目 很喜欢它摆在家里 对 寓意也是很好啊 有这么多的花 各种种类的花 同时还有这个燕子啊 还有一些这个祥云之类的 所以呢 它的寓意也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马上就是到我们的这个 中国的传统新年了 对 对 然后这样的一个一件物品啊 这个非常赏心悦目 同时呢 寓意也是非常好 也是可以作为这新年礼物 送给亲戚朋友 对不对 嗯 好 那么对于它的这个估价来说 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件我们给的估价是2万到4万 还挺贵的 嗯 因为它好看 对 现在颜值高啊 自然价格就高 好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最后一件 我们的转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嗯 这件呢是我们的345号 是一个元代或者明代的一个开片 青花人物花卉大罐子 大罐 对 嗯 首先说一下它这个造型吧 这个造型其实如果大家看过我们之前 或者观众我们拍摆好的话 这个造型就是很典型的元代或者明代的一个罐子的造型 嗯 然后它的它的题材是 首先它是一个青花的 它的题材呢画的是人物和花卉 嗯 嗯 嗯 然后说一下它的具体的文吧 它就是花卉的话它也有莲花 然后有各种的树 有那棵树看着像柳树 然后底下画的是个人物啊 云彩啊 这些题材 嗯 嗯 其实我有这个近距离观察到哈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大罐上面是有一些这个裂缝的 我不知道 哎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裂缝我想问一下是 嗯 一开始烧的时候就是烧成这种style 就是这种样式 还是说经过这么长时间这个瓶子开裂了 嗯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它是一个开片 开片 嗯 其实它当初烧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而不是说之后它裂开 就是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还是挺有特色的 对 它是一个开片 然后又是青花的这样一个观色 嗯 我有注意到 其实这个我们的这个大罐啊 边上是有一些 嗯 看上去因为是像是年代久远而造成的这样的一些磨损 嗯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年代的原因 所以才造成的这个磨损 对 嗯 是因为年代就是时间很长嘛 嗯 然后它这个就是 就是清料也有点就是暗淡了 嗯 然后还有它这些黑点和这些旁边的一些坑坑洼洼洼都是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风吹雨打 所以才变成这样子的 嗯 所以这个比较比较老啊比较年代比较久远的这样的一个大罐它的估价是多少 嗯 嗯 这件我们是一万澳到两万四 嗯 好 最大的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在接下来的拍卖当中就是会新增加几个种类吧 一个是珠宝 一个是手表和一些二手的名牌的一些包包之类的 如果大家就是这方面有所收藏的话 也是非常欢迎大家过来 就是把东西带给我们进行估价 或者对我们进行一个计卖等等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就是长期 算长期吧 征收这些质量比较好的 然后或者说造型独特 或者说是雕工精美的这些中国的艺术品 包括瓷漆等等各种之类的 好 那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 钱佳琳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展品 好的 我们今天活在五点的 故意嘉宾访谈环节就是这些内容了 感谢你的观众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会